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认为全世界都是他可以分的土地 当时教宗就在1519年16世纪开头的时候 因为葡萄牙先从大西洋走印度洋 然后再从印度洋绕到东亚来 开始在马六甲做生意 所以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先到亚洲来 后来西班牙人也对这个有兴趣 结果碰到海洋上的冲突 所以教宗就说那我们来划分一条界线好了 从印度洋的这一边归葡萄牙人去管 另外一边就是一个经纬线 从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去 就是归西班牙人 所以西班牙人如果要到亚洲来怎么办 他只好航行过大西洋去 后来由麦哲伦航行到经过了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在航行绕过了太平洋 然后才到亚洲 伊比利半岛这两个小国 居然能够把整个世界好像切割成两边 一个人管一边了 那他们就看了马可波罗 看了人们对于复数的中国的描述 所以他就给他们的船队舰队说 你要去找中国跟他们来做贸易 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是想要到东方来找香料 波斯普鲁斯海峡 伊斯坦堡那边有伊斯兰教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成立以后 原来在路上的这些丝绸之路 乃至于香料之路都被阻绝了 所以他们想要从海上找到一条香料的路线 香料当时在欧洲非常之贵 欧洲当时还是以油木为主 所以他们大量的吃肉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古代没有冰箱 肉类容易腐败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了腌肉 那些腌肉就是要加香料 加很多盐巴一起去腌的 我记得我以前去莫斯科的一个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看到一个金子做的小小的一个器具 完全是用纯金打造的 那个是专门用来放香料跟盐巴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香料在西缺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葡萄牙就到东方来要寻找香料 结果他们到东方一来之后 首先攻打到了马六甲那边 绕来绕去终于找到那个香料群岛 后来为了占据他们 他们也攻打了马六甲王国 他以这个港口为中心 开始发展他们在东亚的香料的集货 然后再运送回到欧洲去 卖了很多钱 你有没有想过 就你那么大船的香料 你要用多久 你每天不过沾一点沾一点 长远来看 你能够靠香料来维持长远的贸易利益吗 当然不可能吧 随后他们就想 要发展出其他的贸易的商品才行 他们就在那边看到了很多中国商人 在当地经营私仇 是欧洲所稀缺的 所以就开始要来经营 他们在东南亚就碰到了中国的海商 中国海商在当时已经非常活跃了 除了中国海商之外 他们碰到另外一个葡萄牙人 那个葡萄牙人居然到中国做生意 你赚了大钱刚好回到玛利欧甲去 葡萄牙到达玛利欧甲之后 其实中国这边海商已经知道了 乃至于他们有什么新的工具 什么他们都知道了 1510年的时候 葡萄牙人刚到东方不久 他就开始使用了佛狼机的炮 那么这个佛狼机的炮 是在1510年的时候 一个叫杨昆仑的到北 他进犯到无间的先游的地方 那么支县为了要防御他 还用佛狼机炮去攻打他 你这样看 那个时代里面佛狼机炮 才刚刚进入亚洲对不对 可是他就可以拿这个来打 那很显然就是海商把它带进来 明朝是很喜欢这些新的工具 新的器械的 他很快就引进了佛狼机炮 那1510年 这也是一个第一次 有记载的佛狼机炮的使用 马六甲他们的国王土地港口 被葡萄牙人占了之后很不爽 他就要派特使来跟明朝讲 因为他跟明朝的皇帝进贡 对不对 于是同时 葡萄牙人也想要发展中国的贸易 他就派了特使的团 到中国的广州来 港口的那些官员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葡萄牙人不在朝贡的名单里面 等到我们寝食到皇帝了 你才能够正式在这里贸易 所以他们就等在那里 一边等的同时 船队就碰到了福建的商人 福建商人跟他说 你们在这里不能坐的 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坐好了 于是就带他们到张州去 原来葡萄牙人还想到张州之后 去到琉球 因为毕竟中国的生意之外 他还想发展其他地方 那这个福建人就跟他说 那我们也可以带你去琉球 可是我们先到张州 到张州之后一看 哇 张州有这么多好东西 而且这个港口的海商的私人贸易 这么兴盛 葡萄牙人就在那里 把他整船的货物 就从东南亚拿来的那些胡椒粉 什么香木等等 卖掉了 卖掉之后开始买丝绸 买这些更高级的商品 赚了一大笔钱 这个闽南人是不是很厉害 很会做生意 牵着这个葡萄牙人到张州去做生意 做坎高啊这样子 所以葡萄牙人就很喜欢张州 所以就干脆到张州 做生意建立了他的基地 后来还建了一个他们的商馆 后来留在广州那边的葡萄牙人 他们派了一个团 要去觐见明朝的皇帝 带了很多礼物 很多西洋的新奇的东西 时钟 望远镜等等的 那个时候谁帮葡萄牙人翻译 对 就是这些东南亚的海商 事实上他们在接触葡萄牙 这个官方证实的来人之前 其实已经有一些葡萄牙人到达东方来 然后他们就学会了这一个 你要知道从闽南这边海商所经营出去 他们对这些国际上的语言是很熟悉的 慢慢在过程中学会了他们各种语言 马尼他有一本西班牙语和闽南语对照的字典 他教闽南人怎么学习西班牙文 17世纪的字典 因此这整个过程中就显现了闽南 广东福建这边很灵活的这些海商的运作 葡萄牙人这一个代表团走到南京 南京那时候正好碰到明朝的郑德皇帝 在南京度假 他是超级爱玩爱旅行的 而且他好大喜功喜欢吹牛 他在北京那边建了一个报房 是他专门娱乐的报房 把各种美女各式各样的好玩的东西 都搜集到里面饮酒作乐 因为饮酒作乐 后来他就在那边掉到一个水池子里面死掉 可是这是后面的事情 可是当时他在南京葡萄牙使节团 太高兴了那我们赶快跟皇帝报告吧 一过去报告这个皇帝听完之后 嗯 葡萄牙人进贡的东西还蛮有趣的 不妨我来学一下葡萄牙文 可是他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马六甲的死节也到了 他就跟他报告 葡萄牙人怎么在马六甲用大炮轰打他们的港口 把他们的船炸 把他们的人给杀了等等等等 皇帝就很怒 马六甲是跟明朝来朝共 我不能不帮你主持正义啊 所以就告诉葡萄牙人说 你赶快把马六甲还给他们 你先把马六甲还了之后 我们再谈你的贸易可不可以许可 打算就落空了 枉费他进贡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后来皇帝就回到北京去了 回到北京之后 过不久他就去细水就死掉了 那接下来的皇帝跟他的大臣就说 这些人根本就不可信任 所以就把他们又赶回到广东去了 因此呢这个子杰的任命就落空了 那也是与此同时啊 就在1520年左右 发生了陈豪之乱 那明朝的一个皇室 他的名字叫朱陈豪 是一个皇族 他分封在江西这一带 他要作乱 然后反对这个皇帝 那这个皇帝命令谁去攻打他呢 这个人叫做王阳敏 王阳敏带了江西的军队重新训练过 很快就把他密平了 可是他在朱陈豪那里发现什么 发现他那里有扶狼机炮 一个要作乱的明朝的皇室 已经先买了葡萄牙人的大炮 那这大炮从哪里来的 通过海商从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 他可以通过他来作战 当然他的作战的部队没有整理好 很快就被王阳敏密平了 郑德皇帝本来想要去说 我要南下去御驾亲征 密平这个叛乱 结果王阳敏打得太快了 皇帝说 那只要把人先抓来再把他放走 我再把他抓一次 当然后来这当成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 可是王阳敏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后来在江西跟福建的交界的地方 有很多盗匪在那里作乱 王阳敏跟着去密平的这个地方 平定了之后 他为了怕这个地方作乱 所以帮他建立了一个县 叫做平和县 希望这个地方的穷人饥饿的老百姓 不要再起来作乱 大家很平和 那为了安定他 他从江西的景德镇 引进了许多的工匠 教他们怎么制造瓷器 所以造了很多窑制造瓷器 希望安定地方的经济 大家就不会饥寒起到心 那这个瓷器呢 后来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 因为瓷器在欧洲销售量大好 所以很多人来定景德镇做都来不及 结果平和县变成了瓷器的生产大厂 欧洲的这些大船很大 它有一个名字叫克拉克船 从这个克拉克船所带回去的瓷器叫什么 叫克拉克驰 等到明朝末年战乱之后 已经没有人记得克拉克驰是在哪里生产的 明朝的这些工匠也开始流落到欧洲去 然后这些瓷器的制造的工艺才流落到欧洲去 所以欧洲后来的那些瓷器大厂 技术就是从明朝这里来 明朝末年来的 王阳明所平定的这个瓷河 他所制造的那些瓷器呢 也没有人再去追踪 直到20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学者 他开始要追究说 当时大航海时代 那么兴盛的克拉克舷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他就不断追踪 追踪到瓷河的那些古窑 然后最后说 原来克拉克驰的产地在这里 可是克拉克驰更早的产地在哪里呢 原来是王阳明为了贫乱而来的 而这个贫乱的诸臣毫 居然是用了葡萄牙的大炮 大航海时代这些国家 以及他们的技术 他们所产生的战乱 其实慢慢的互相影响 葡萄牙的大炮影响了明朝的内战 为了平行内战 为了平行内乱 而产生的克拉克驰 开始行销到欧洲去 历史仿佛是一个交汇 因此当我们在看到 大航海时代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看到说 是欧洲人来了 然后东方文明才开始 不是的 而是因为东方文明本身 原来就有很繁盛的贸易 有足够好的商品 大航海时代的世界贸易 亚洲的商品开始行销到欧洲去 不只是香料 而且包含了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丝绸 第一波全球化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经济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就是从这些海商 带着葡萄牙去做生意的 牵猴子的这些商人 慢慢建立起来的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来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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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